美軍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 載進南海 美國海軍陸戰隊 正式啟用關島新基地 美空軍高官還意想所謂 與中國開戰 一系列動作 美國到底在做何打算 這個時間段很特殊 美國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 如果在春節前後 美國航空母艦赖在南海 或者是赖在南海周邊不動 說明有一種看管的效應 也可以對中國 在節日之間的戰備狀態 來進行某種長座試驗 北約高官稱一座號 與俄直接對抗準備 烏方官員稱 已要到321輛主戰坦克 烏克蘭還想要遠程導彈 北約是否真準備 與俄羅斯直接開戰呢 隨著北約成員國 將核武器以外的各種的 常規兵器大量的投放到 烏克蘭戰場上 俄羅斯與美國與北約之間的 安全餘量越來越小 任何一個失誤 任何一個火星 都有可能導致 俄羅斯以北約的 新東歐成員國開戰 烏方官員稱 俄軍計劃發動重大攻勢 而警告烏方 若使用含油穿甲彈 將被視為核脹彈 俄軍是否會在近期 對烏發動進攻 美國不斷突破 俄羅斯設定的紅線 是否會引發俄美核對決 防武型觀察 特邀專家為您深度解讀 各位好 歡迎收看防武型觀察 我是寧昭 近日美軍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 再次進入南海 與此同時 美空軍高官 又再次意想所謂 與中國開戰 美軍當前的這一系列動作 究竟是在做何打算呢 具體內容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一個觀察短片 據美媒1月27號報道稱 美空軍高官麥克·米尼漢 向其下屬軍官 發送了一份備忘錄 聲稱 美國將在2025年 與中國開戰 並告訴他們做好準備 這是美軍方提出的 所謂中美必有一戰的 又以新時間點 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稱 此前2021年3月 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 戴維森曾渲染稱 台海在2027年可能會有事 這個時間表後來被一些學者 稱為戴維森窗口 2022年10月19號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吉爾黛 談論戴維森窗口時 他旺稱不能排除 潛在的2023年窗口 而本月早些時候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在與日本官員 一起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淡化了對可能發生 台海衝突的擔憂 聲稱對此深表懷疑 此外 據美國海軍協會網站 1月27號報道 美國海軍宣布 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 在訪問新加坡10天後 於1月26號離開 目前已再次返回南海 這時尼米茲號航母 時隔兩週以後 再次前往南海 此前1月13號 尼米茲號航母 在前往新加坡的過程中 曾在南海停留兩天 另據外媒報導 1月26號 美國海軍陸戰隊 正式啟用了太平洋戰略要地 關島的布萊茲營基地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稱 該基地是美國海軍陸戰隊 近70年來首個新建的基地 能夠容納5000名海軍陸戰隊員 美空軍高官 為何此時又意想所謂 與中國開戰 美國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 再進南海 又有何企圖呢 防武型觀察正在播出 好 歡迎兩位 首先請教杜先生 我們看到美空軍高官 為什麼又再次意想 所謂的與中國開戰呢 大概兩個原因 首先是戰爭基因 其次就是內部惡鬥 與中國開戰不是第一次講 历次太平洋地區 包括美國不同軍兵種 都在把台海 當成美軍介入的一個時間段 而且惡潮要與中國 進行大規模的決戰 你像戴維森 在任太平洋司令的過程中 就講在2027 有可能要與中國進行 某種程度的決戰 美國在亞太地區 要進行全面介入 那麼他的海軍部長 麥克爾也同樣講過類似的語言 而且時間表提前 認為2022或者2023 在台海必有一戰 美國將實行介入 那麼現在空軍的高官 又跑出了放話 實際上還是表明自己很重要 要通過目前這個點位 把美國戰爭基因 在印太地區大量渲染 第二是美國內部的惡鬥 美國軍區很多 戰區很多 但是歐洲戰區很受重視 冷戰到現在 兵力 裝備一直居高不下 但其他方向 並沒有受到真正的重視 所以太平洋 印太地區的司令 認為這個時候 自己出場的時機 已經完全成熟 所以要渲染所謂的 中美必有一戰 另外不同軍兵種 在重大武器裝備和戰略 出台之前 也有類似的語言 你像海軍部長 美國新潛艇要組建 新的戰力要呈現 這個狀態下需要軍費彈高 所以必須要把中美決戰 當成要錢的幌子 那請教吳先生 我們關注到近日 美國海軍陸戰隊 是啟用了在關島的新基地 您如何看待美軍的這一動作 關島已被美軍打造成第二島鏈 以及在西太地區 這個不稱的航空母艦 這一地區成為了最核心的軍事基地 我們看到從2010年之後 美軍就認為第一島鏈 根本就守不住 過於靠前部署 尤其是海軍陸戰隊 這樣大規模的5000人 部署在沖繩 就容易成為競爭對手 火力打擊的重點目標 那現在我後撤到關島的新基地 這樣可以分散化部署 增強了這個安全性 同時我們也看到 關島不僅部署了 將部署5000名海軍陸戰隊員 另外核動力航母 彈道導彈核潛艇 多功能攻擊型核潛艇 戰略轟炸機 在這裡都有所增加 很顯然 依然是立足於二島鏈 盯住第一島鏈 事實上還是想看住 中俄兩個競爭對手 同時我們看到現在 美軍的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 再次返回南海 您覺得這是在做什麼打算呢 13號航母戰鬥群 在南海進行過演練 農曆除夕前 又跑到了新加坡 26號又開始向南海進行開進 也說明兩個意圖 首先還是惡意挑釁 如果通過航母編隊 特別是這次所協的艦艇 博士之間的保障艦艇 它是以巡洋艦 包括驅逐艦作為核心作為重點 這樣整個編隊的戰鬥能力相當強大 如果按照它的作戰半徑 和能力去計算 在南海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對島礁的優勢很明顯 無論是對島礁目標攻擊 防空 反導 反潛作戰 都非常強大 所以通過這個符號的顯示 能夠把美國印太地區 美國的海上優勢進行放大 所以從挑釁這個角度去講 味道很濃 第二是惡意的禮物 因為這個時間段很特殊 美國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 如果在春節前後 美國航空母艦賴在南海 或者是賴在南海周邊不動 說明有一種看管的效應 也可以對中國在節日之間的 戰備狀態進行某種乘坐試驗 另外從點位上很特殊 新加坡 它在馬六甲海峽最核心的部位 是太平洋 印度洋 連接最重要的一個咽喉地帶 如果在這個點位 有美國的航母編隊在駐紮 在訓練 說明美國要把這個地區 當成一個枢紐部位 連接印太兩個大洋 也說明美國印太戰略 已經進入到了所謂 關鍵性的一年 我想在未來的一年 有可能美國各種海上 空中的嚴厲行動 還會持續增加 德美兩國近日批准 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後 吳方稱正在與盟國 就烏克蘭提出的 遠程導彈請求加快會談 防務型觀察稍後繼續 據外媒1月28號報導 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羅伯鮑爾表示 北約已做好與俄羅斯 直接對抗的準備 而德國政府發言人霍夫曼解釋 德國目前沒有直接 與俄羅斯發生衝突 北約和德國 不是俄烏衝衝突的參與方 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 日前在與歐洲委員會 議會議員的辯論中聲稱 歐洲正在同俄羅斯作戰 烏克蘭駐法國大使奧美爾勤克稱 許多國家已正式確認 向烏克蘭供應重型坦克 到27號為止 總共有321輛 不過按照烏角大樓 發言人辛格的說法 美國將購買新的 M1A2主戰坦克援助烏克蘭 而不是調美軍現役坦克或庫存 美媒分析稱 美軍之前原物武器裝備 都是直接從美軍庫存中抽掉 因此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內交貨 而如今五角大樓 不走快速通道了 要通過製造商交付 或將拖延交付時間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瓦 此前回應稱 西方向烏克蘭提供坦克的決定 非常危險 會將西方與俄羅斯的對抗 推向新高度 而在另一方面 在要到重型坦克後 烏克蘭打算向西方 發出更多先進武器的援助請求 包括戰機和遠程導彈 據路透社報導 1月28號 烏克蘭總統 蘇聯斯基此前也在視頻講話中表示 烏克蘭需要射程為297公里的 美國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但華盛頓迄今為止 拒絕向烏提供這種武器 近日德國總理舒爾茨 已為德國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 劃定了新的紅線 第一 不會向烏提供戰鬥機 第二 不會派遣地面部隊 北約是否已經做好 與俄羅斯直接對抗的準備 西方國家是否真會向烏克蘭提供 遠程導彈呢 《防武型觀察》正在播出 好 請教務先生 我們關注到 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表示說 北約已經做好與俄羅斯 直接對抗的準備了 這是真的嗎 從北約最高軍事首腦的口中 從鮑爾海軍上將的口中說 直接與俄羅斯對抗 這很顯然是北約真實意圖的顯現 我認為這種說法符合他們 對目前新東歐地區 地緣政治安全環境局勢變化的預判 我們也看到 從去年的北約分會之後 已經開始在東線地區 大規模地部署兵力 現在按照俄羅斯方面的計算 在靠近新東歐地區 所謂北約的東義 現在北約各國的部隊 進入戰鬥狀態的大概有19萬人 另外呢 戰機向這一地區前沿靠近 大概有1300多架次 坦克有3000多輛 都是集中在了這一地區 烏克蘭戰事 雖然發生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 但是我們知道這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隨著北約成員國將核武器以外的 各種的常規兵器 大量地投放到烏克蘭戰場上 俄羅斯與美國與北約之間的 安全餘量越來越小 任何一個失誤 任何一個火星 都有可能導致俄羅斯 以北約的新東歐成員國開戰 我們知道最近房間傳出消息 向德國和波蘭在討論 支持波蘭軍隊進入烏克蘭西部地區 俄羅斯電視台連續11天 在討論一個話題 隨著重型坦克固定翼戰機 進入烏克蘭戰場 我們是否應該擴大打擊的地理空間 先打誰 我認為烏克蘭戰士的下一步升級 很有可能整個戰士的地理空間 擴大到北約國家 我們關注到近日五角大樓還表示說 這次原烏坦克不走快速通道了 而是要購買新的M1A2主戰坦克 而不是調用美軍的 現有的現役坦克和庫存 您覺得美軍這是在做何盤算的 這次美國出人意料 要向烏克蘭提供M1A2主戰坦克 也說明了這種主戰坦克 這個作戰能力綜合水平 將會對俄式地面裝甲裝備 構成比較大的優勢 但是選擇這種武器裝備要延期 因為在這個M1A2前面 還有兩個大的訂單 像波蘭的250輛 中國台灣的108輛 如果把這些訂單全部完成 什麼時候把新的 M1A2主戰坦克提供給烏克蘭 這是個大問號 時間上勢必會有比較大的拖延 美國這樣做大概是兩個態度 第一叫試探俄羅斯 因為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 德國是目前做出了表率 但是俄羅斯反應很強烈 特別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拉娃講 如果波爾坦克在烏克蘭使用皮油彈 那麼將會遭致俄羅斯的報復 德國包括盟國有可能會招致俄羅斯的核打擊 所以到底皮油彈和波爾的組合在烏克蘭出現 會讓俄羅斯的憤怒指數到達什麼狀態 美國心裡沒有數 所以要通過波爾主戰坦克與皮油彈的組合 在烏克蘭進行試水 第二很顯然要加深俄羅斯和德國的矛盾 因為誰提供坦克 目前誰就是踩破紅線的第一人 如果大量的波爾主戰坦克在地面作戰中 對俄式主戰坦克構成優勢 甚至獲得重大戰果 這樣德國與俄羅斯的關係 將會全面滑破 之前是能源戰 那麼下一步很有可能 在軍事和其他方面陷入嚴重低谷 這個狀態下 在歐洲就會出現一個重大的矛盾的出現 就是美國特別希望在歐洲 有的國家與俄羅斯形成這種勢不兩立 但如果波爾主戰坦克起到了類似的作用 美國的目標基本實現 所以通過主戰坦克 也可以對歐洲的矛盾 進行某種程度的協調 所以拖延交付M1系列主戰坦克 美國有很多考慮 既可以賺錢 同時又可以在歐洲地區收穫戰略利益 那麼在要到重型坦克之後 我們看到烏克蘭還想要向西方國家 要更多的先進武器 其中包括了戰機和遠程導彈 那吳先生您覺得西方國家 會在短時間內向烏克蘭提供這些嗎 我認為重型坦克的這道門檻 和固定翼戰機的門檻 可能會同時越過 那下一步的就是遠程導彈 有消息顯示 烏克蘭方面考慮要求西方國家 要求美國提供戰斧 陸基發射的戰斧巡航導彈 聖彼得堡 莫斯科 葉卡吉林堡 夏諾夫哥羅德 這些城市好多超過了1000公里 跟烏克蘭邊境的距離 你用什麼打擊呢 你有了1000公里的巡飛彈 但是你要打向夏諾夫哥羅德 這樣的城市 葉卡吉林堡很顯然1000公里不夠 所以烏克蘭人盯住了戰斧巡航彈 但是我認為提供這一款戰略性武器的時候 那整個的俄烏衝突的性質完全就變了 所以在戰斧巡航導彈提供的問題上 到目前為止美國還是比較謹慎的 近日烏方高官稱俄羅斯正在為今年2月24號之前 發起新一輪進攻做準備 我們來看短片 據烏克蘭媒體報導 近日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秘書丹尼洛稱 俄羅斯正在為今年2月24號之前 發起新一輪進攻做準備 此外 據英國每日郵報網站1月25號報導 英國情報部門負責人上週 在一次簡報會上表示 俄羅斯還可能將其最先進的坦克T14阿瑪塔 部署到烏克蘭 但這對普京來說可能是一個高風險的決定 1月25號 德國總理舒爾斯表示 德國已向美國明確表示 德國不會在烏克蘭設立禁飛區 這一立場不會改變 同時北約也不會向烏克蘭派遣軍隊 另一據報導 世衛組織27號在其官網更新了應對輻射和核緊急情況 建議儲備的藥物清單 這是自2017年以來的首次 據世衛組織官網發布的 應對輻射和核緊急情況藥物儲備建議 包括防止或減少輻射影響的藥物 或在接觸輻射後用於治療損傷的藥物 俄羅斯塔斯社26號報導稱 維也納軍事安全與軍控問題談判 俄羅斯代表團團長康斯坦丁加夫里洛夫 在歐安組織安全合作論壇會議上表示 鮑爾坦克等5G可配備含油元素的穿甲彈 如果北約製造的這種彈藥被提供給基輔 將被俄方視為對俄羅斯使用核臟彈 並將導致所有可能的後果 此外 加夫里洛夫警告 如果華盛頓和北約國家向基輔提供5G 並用於深入俄羅斯打擊和平城市 試圖奪取俄羅斯憲法規定的領土 這將導致莫斯科採取嚴厲的報復性措施 俄軍當前是否做好了對烏發動重大攻勢的準備 烏軍如果深入打擊俄境內城市 會否遭到核報復呢 防武型觀察繼續播出 請教吳先生 我們看到烏方稱 俄羅斯正在為今年的2月24號之前 發起新一輪進攻做準備 您覺得這個消息是否準確呢 我們知道哈爾科夫赫爾松被烏軍收服之後 他儲存的兵力包括彈藥 基本消耗得差不多了 沒有能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但是俄羅斯的彈藥人員動員的部隊 已經上來了 而且存在一個在西方看來極其危險的趨勢 動員的25萬人 有將近21萬人放在了康爾斯克 布良斯克 沃洛涅日 就是俄羅斯的這個西部山州 靠近白俄羅斯的地方 在白俄羅斯有2萬新動員上來的人 那現在呢 北約最高軍事委員會 他們的情報處判斷 俄軍很有可能從這三州向南打 直接攻擊蘇梅州 哈爾科夫州 插到布爾塔瓦和蒂涅伯羅 彼得羅斯克州 直接佔領一個叫巴弗洛格勒的地方 這樣的話呢 這一線沒有烏軍的 八年修建的這個鞏固的陣地 同時在巴赫木特 在南向的這個俄軍向北打 他們在巴普洛格勒進行交會 這樣呢就將斯拉威揚斯克 克拉馬托爾斯克的 烏軍的東部集群完全切割開了 那這個戰士什麼時候能夠準備好 什麼時候能發起攻擊 他們預判的是二三月份 我認為你說2月24號 就這個準確的時間點就發起攻擊 這個可能有點絕對了 但是一旦從巴赫木特 烏軍真是要撤出部分兵力的話 或者按照美國的想法 完全撤出巴赫木特 那麼南向的俄軍會加大攻勢 那在北線的俄軍也會向南突擊 這樣的話就會形成所謂西方所說的 這個春季公式 那我們還關注到 這個英國情報部門表示說 俄羅斯要將其最先進的 這個T14阿馬塔坦克 部署到烏克蘭 那杜先生您覺得 阿馬塔一旦出現在烏克蘭 會對當前的俄烏局勢 帶來怎樣的變數呢 新坦克在烏克蘭出現 對當前戰事不會產生決定的影響 因為首先俄方認為 部署阿馬塔坦克是一個高風險的決定 目前如果這種坦克在前線 與即將到達的鮑爾A6主戰坦克 M1A2主戰坦克去對抗 到底什麼結果誰都不知道 這種坦克之前叫月兵坦克 在戰場上進行過少量試驗 那麼在真實的戰場環境中 對西方主戰坦克 到底有多大優勢 目前依然是個謎團 所以目前的坦克 雖然在敘利亞有過這種類似的檢驗 但是在烏克蘭即使少量坦克進入 它的目標是試驗 並不是進行實戰 第二呢 現在坦克使用方式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因為雙方沒有大規模的坦克進攻 或者防禦 都是在固定的戰線上 以固定的或者游動的活力點 作為一個基本作戰方式 但是這個狀態下很容易成為 對方反恐導彈無人機的攻擊目標 我想阿爾馬塔無論是防護能力多強 頂部防禦能力相對較弱的短板 依然存在 如果遭到對方攻擊 在烏克蘭呈現出殘骸狀態 這樣下一步主任坦克往哪走 特別是阿爾馬塔今後 在俄羅斯陸軍如何列裝 以及如何推向國際軍務市場 都是個大問題 另外呢 最好的反坦克武器裝備 目前已經不是坦克 而是目前的飛對襯武器裝備 像無人機打擊頂甲 反坦克導彈頂攻方式 以及各種精確製造武器裝備 都可以對昂貴的主戰坦克 構成重大優勢 這個狀態下 本身價格不菲的特14坦克 如果拿出來去應對西方國家退役 或者是其他主戰坦克 有可能從成本上也不划算 所以我們感覺呢 這個高風險的決定 要做出難度極大 要想在戰場上徹底扭轉戰局 難度也不小 同時我們關注到近日 俄方警告說 如果這個北約製造的 含有油元素的穿甲彈 被提供給基輔的話 將被俄方視作是對俄羅斯 發起了這個核臟彈的打擊 那您覺得俄羅斯 會使用戰術核武器反擊嗎 在海灣戰爭 在阿富汗戰爭 西方的坦克都使用了平油彈 平油彈是介於常規武器 跟核武器之間的一款武器 你是核彈 你在嘗試僭越核門檻 在這種形式之下 俄羅斯將採取一切的反擊手段 對於西方來說呢 你不使用這個平油彈 這個穿甲彈 你的殺傷能力 你破甲穿甲睡甲的能力不足 你使用了帶來了環境的污染 另外很有可能招致俄羅斯的 戰術核武器的反擊 現在的俄羅斯的戰術核武器 以往我們彈劾射變 俄羅斯其實現在也在公開討論 使用戰術核武器的一個問題 它現在的戰術核武器 比如說編成核彈藥 它能做到17公斤 按照俄方的一些專家的 一些公開的說法 如果你使用了平油彈 張彈 那我就可以使用編成核彈藥 打你地下堡壘 你180米爆炸之後 爆炸點的450米以外 就沒有核輻射 核污染了 所以現在雙方都在叫牌 都劃出了一個底線 但是確實俄烏衝衝突 從重型裝甲坦克進入之後 我認為給俄羅斯和美國之間 留下犯錯的空間越來越少 這裡是《防務型觀察》 感謝兩位專家的分析 也感謝您的收看 想要獲取更多軍事新聞 歡迎您登陸《中國軍事網》 或是關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之聲》《國防時空欄目》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